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在演藝圈靠大哥提拔 不如兄弟們幫忙 不如兄弟們幫忙 在演藝圈靠大哥提拔 在演藝圈靠大哥提拔 不如兄弟們幫忙 在演藝圈靠大哥提拔 不如兄弟們幫忙 那剧性情劇我第一个看你 你那个是亲自的 乱讲乱讲 老师我真的没有看过 池哥发影视频 因为我们拍了一些 浪漫的爱情情剧 我不喜欢现场气氛 只是太粗糙 不然那个最爱心情的 讲乱就 我爱你 我爱你 天啊 天啊 我有一些时候看到他一个人 回到家累得要死的时候 我觉得原来搞笑的那些邪心们 是更值得尊重 对 对 他希望你回来的时候 看他很卑微 然后看你房子能不能卖给他 你还好吧 我就差你房子 那上面说 其实蛮担心你 我不知道我 那我心里那时候其实在想 太坏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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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前往來 好 好 今天那個巨星到達了 就是我們討論的是 靠大哥提拔不如 兄弟幫忙 歡迎任賢齊 大家好 歡迎李國宇 大家好 這一次又有新作品 這一次是您自己當導演了 是的 這個叫做 《落跑的愛情》 《落跑把愛情》 《落跑把愛情》 全片是在 幾乎百分之九十幾 在澎湖拍的 哎呦 過癮 是因為 我在甘肅 幾年前跟劉嘉玲小姐 去探訪山區的孩子 然後那邊很缺水 去幫他們蓋水窖 然後那小朋友知道 我從台灣漂洋過海的 去看他們 他們就唱了 外婆的澎湖灣送給我 哎呦 感動 那就好感動喔 這個可以漂洋過海 到了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兩邊 感情連結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那個感覺寫下來 然後就拍成了這個 浪漫的愛情電影 是 那 更舒緩嘛 是的 那李國宇演的是 國宇在劇中演的是 小琪哥的弟弟 我的弟弟 然後就聽信了謠言跟聳 那種 什麼 謠言聳聽的人 是 所以呢 他就去投資 因為想要讓村子經濟更好 因為弟弟也血氣方剛 然後很衝動 衝動 闖了大禍之後呢 他想說我要一個人去躺 然後跟爸爸吵架 然後他就離開 但是 他最後 勇敢地面對自己 然後就回到家的懷抱 還是回到澎湖 對 還是回到澎湖 他就很像一首 林強以前的 向前走 對 要去台北打拚 是 但最後才會發現其實 自己沒那麼屌 回到最初 回到自己 對 真的耶 反身傷回來了 回到家鄉 以後才發現 最溫暖 最愛自己的人 都在這裡 小琪第一次 導劇情片 對 之前我導的都是紀錄片跟 音樂劇 上次是 麻祖誰來玩 對 那請教一下 您那個背後靈 九孔 這部戲他沒有參加嗎 他怎麼可能放過你呢 欸 就是 我弟弟就是 親親那個 搖眼爽動的傢伙 吵人吵的大禍 這種人 怎麼可能放過我呢 是 接下來 可以讓我用隆重的介紹 來歡迎這位 全世界長得最像蚊子的 蚊子村 村長 九孔 一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二通 一通 一通 一三 二通 一通 一平 二通 四 الع 二通 二 我 小朋友 去拍拍手 我的名字叫做Maskito 小心哦 我就在你了做用 趁你不注意 我就咬你一口 虹虹虹 它又重重重 有没有不同的 同学 我不听它又去无所 非当心 太无畏的路 王子 王子 请你帮帮我 说真的 我也好想变手 可不可以 就算你要有我 也许我的学 执行我的勇 快 王子 王子 王子累了 王子 太累了 你不懂 你当过歌手没有 对 歌手一定要用麦 歌手 在带舞蹈的时候 那边 你怎么跌倒 你怎么跌倒 这个音乐是你做的 我写的 是因为 我们的编剧在写的时候说 澎湖很多拍过电影 我们来致敬一下 比如说 风贵来的人 是 后来有一部很有趣的叫 五卵头家 对 就是说 以前澎湖那边蚊子很凶猛 对 咬到之后会传染血痴蟲病 男生咬到之后就会大蛋蛋 哇塞 所以我们那个造型就是那种 传统的这种 香港人叫做賴屎库 賴屎库 蜂屎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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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一下 邵公 所以说这首歌 你就要去参加商演了 商事的演出 商演 商事的演出 那感谢我们任导演 是 然后 不惜种枝 帮我写了一首歌 不是 你这衣服谁做的 因为是齐哥设计的 我们戏里面的造型 戏里的造型 村长啊 这歌是他写的 舞也是他排的 是 整套衣服也是他设计的 所以戏里真的是演村长 你知道吗 一部电影当中 一山不容二活 我不知道 你这样讲 你都明白了 会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你也知道 是不是 有点防射 所以 所以 所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这首歌将来会登上小巨蛋吗 应该有趣 小巨 当这种就是剧情片的导演 压力比较大 爱情片 他通常制作的过程当中 技术层面 也不会那么难 如果拍枪战啊 动作爆破 恐怕我会影响 累 还有就是爱情片 如果有个好的剧本 基本上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大家拍得好的话 成功率很高 是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心虫有感觉的这个故事著手 然后也很好 就是这么多好朋友的帮忙 舒奇啊 狄龙哥 狄龙哥 狄龙有演 狄龙哥演老船长 有像 真的 你知道吗 多巧你知道吗 在香港吃饭的时候 我是跟狄龙嫂吃饭 狄龙哥在接他的时候 一进来 我心中的大侠 是不是 豪哥 英雄本色里面 豪哥 我做大哥很多年了 那种感觉 哇 然后我就想说 请他来演 哇塞 那在里面都是大 巨星喔 当然 对 不是 不是 你以为齐哥 蚊子 你那个感觉好像就是 我硬巴人家让我演 对不对 你乱讲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我刚巨星 看上我的票房 对 所以巨星一局 我第一个看你 是不是 不是说真的 这个角色是非九国莫属 当然 他要成事有余 败事不足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是 然后又把我弟弟带坏 是 那 除了他有这个魔力 才有这个魔力 而且不讨人厌 那倒是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预告 好不好 好 来 请看 叶小姐是吗 不好意思喔 来晚的 这里 我们这里 随意 随便 随便 马上带我去 红红湾最好的酒店 要不然我就杠你们炸气 小姐 我们今天你俩冒出来的 酒不是让来喝 是让来怪 还有谁 大便都不关门 相传有缘机人 捡起一个石头 只让你能够丢进那个心里面 好 飞 就会看到真爱 出现在那边 今天我叶芬芬 要为大家展示的是 珍珠导秀 你该不会挨炸叶芬芬的吧 如果你把它拉进大喊 就不可以放手 如果你遇到真爱 就不可以拉牌 哦 你把红湾最漂亮的影片都拍出来了 我蛮幸运的就是 天气都还好 但是我一半天气不好 是哦 但是就是 我有热血的团队 跟那个演员 就是 大家把那个云吹开 这么热气 我说 每天都有三个颁表 就下雨怎么办 我室内怎么办 有应变的措施 然后还有剧本自己写的 通常可以调整 不然 每天在下雨 我都快哭死了 那倒是 演员没有嘎琪的状况 对 对不对 都很配合 一到那边就把护照什么都收走 撕掉 你那个拍得好漂亮哦 其实蛮幸运的 那时候的那个海天一色 还有就是 我们的空拍技术越来越高 对 画数越来越高 所以他呈现出来的色泽 非常的漂亮 还有澎湖当地的朋友 真的很热血的帮忙 我要借什么钱 风机场 风马路 都会帮忙 风机场 你是风马公机场 对啊 哇塞 不然我那时候去 他们跟我讲没有票了 但是我的关系 你要去也没有票了 你刚刚讲的剧本 舒淇帮很大的 对我在写的时候 因为可能 我在香港 舒淇坐在我家隔壁 我每次都问她说 如果你是剧中的女主角 你会怎么样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如果我是她 我可能会怎样 我把她写 然后还有就是她看到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把她写进去 写到老船长的角色 但是舒淇在法国 看到一个老先生 在一个餐厅的餐桌上面 有两份烛光晚餐 她就一个人在那边吃饭 然后敬酒 一个人起来跳舞 然后舒淇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知道 可以 立体性 我知道 然后舒淇就问餐厅的人说 老先生在干嘛 她说老先生以前的结婚纪念日 都会带老婆在这里 他们约会的地方吃饭 会一起跳舞 然后呢老先生答应她老婆 这辈子只跟她跳舞 她老婆离开了之后 她就一个人跳舞 然后一个人吃饭 那她可以选择不要跳舞了嘛 对啊 要不然我以为她看得到 真的 而且还讲话 对啊 她说你食运不好 哇塞 吓坏了 台湾就是这样 不过这个 这个 刚看那个拍出来真的很过瘾 是不是 当导演的话 其实一般呢 我们认识的朋友 当了导演 这个脾气 就会稍微转变一下 请问两位 她在当导演 遇到挫折的时候 会不会情绪不好 她是属于越挫越勇的 那一类型的导演 对 那她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 是 太坏了 中总拍戏 二者认神奇 没想到反而被诊 她生日 然后舒淇就跟我讲说 今天好折磨她一下 舒淇都快被我打死了 她也没讲 比如她说舒淇也来 那你的 啪 她都不冲就来 哇 生日通常在剧组都被诊 哦 我有心理准备了 哦 然后我想说 我一直好意思 因为他们很认真在演 演得很累 从8点一直演 演到11点了 还不夸火 那基本上你看 康哥或者彭哥 我跟你讲 8点开始演 为什么 我梦有啊 帮忙 请问两位 她在当导演 遇到挫折的时候 会不会情绪不好 她是属于越挫越勇的 那一类型的导演 对 那她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 脾气太好 真的真的 她都没有发过脾气吗 现在我跟其他导演合作啊 比如说 没有打 那她找我去帮忙 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钱都不敢谈 我就说 你不可以骂我 就是 因为有些人 她的工作就去拿 她也没办法控制 那这个人 真的是 脾气太好了 那我记得 有一天拍摄的途中啊 她生日 是 然后舒淇就跟我讲说 就 我们今天好好捉弄她一下 然后待会演戏的时候 你就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犯错 然后气就冲出来骂 然后 我们蛋糕一端出来 就成功了 我从 早上八点一直搞搞搞搞 已经一直NG 然后他们在演的时候 我还是后面当路人 她也是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比如说有一场戏 跟小姐拍嘛 国际巨星耶 然后我只不过是拿一个那个证件 然后拿给她 说你可以走了 就这么简单的戏 我可以NG二三十四 她也没发 没有发脾气 那个 舒淇都快被我打死了 她也没讲 我已经拿那个证件 她比如她是舒淇 这是你的 她都不冲出来了 生日通常在剧组都被整 哦 我有心理准备 哦 然后我想说 先看到他们演多久 然后耶耶耶 然后我想说 因为我要赶着飞机回来 参加金马奖的两岸论坛 我想说 如果在我上飞之前没拍完 先把嘴巴打一顿 然后再走 所以她端蛋糕出了 其实我 我也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真的很认真在演 哦 我也很尴尬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通常都有心理准备 我演得很累 从8点一直演 演到11点了还不发火 那基本上 你看康哥或是彭哥 我跟你讲 8点开始演 他7点半就先踹你一顿 为什么 我梦有啊 他也不算演 我眼睛先踹 走 你今天8多好 你要不要去做好怕 不会啦 我们说要看 你这样很像蚊子 对对对对 你刚才那样最像蚊子 我们说要看他就 初红来是吧 先打一顿先打一顿 如果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导演 我 其实刚才齐哥刚才有讲 其实我们那一阵子在澎湖 真的天气好的一半 天气坏的一半 那你知道天气坏的时候 没办法出班 但是钱还是依旧在烧 那时候大家一起在饭店里面 哇 常常看齐哥一个人 哇 焦头烂耳的 今天要怎么办 今天要怎么办 但老实说 我真的没有看过的 齐哥发泌气 嗯 完全没有 说实际我们拍的 是个浪漫的爱情喜剧 我不希望现场气氛 真的太素杀 大家这样子 我们在那边都弹吉他 唱歌啊 大家写歌 不然那个太新鲜的 讲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好 天我 太帅了 你跟他合作 会不会紧张 肯定会的 其实齐 好对不起 那跟九孔呢 还好 我跟他 我不瞒你说 我有一场戏跟国瑜 真的是 从内而外演内心戏 大家尽情期待 是兔的戏的 不是啦 就是内心啊 真的假的 你不是都在骗他吗 你不是带外他 你什么内心的 用心的骗他 请导演讲好了 要不然我讲 大家以为我自己戏演的多好 其实国瑜 国瑜是我们年轻这一辈的 我觉得很优秀的演员 因为我之前看到他演那个 天下第一 世界第一卖方 世界第一卖方 然后呢 我就觉得 这年轻人演得真好 然后刚好请他来演我弟弟 然后他跟九孔有一场戏是 国瑜闯了祸 然后呢 这都是九孔 人赛的那种感觉 然后 他们两个要跟我讲 事实真相的时候 然后两个那种交流 就是那种 好像平常在一起玩的兄弟 然后突然闯了祸 那种有点害怕 演得很好 那你拍他戏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种 一场梦 对的感觉 是 因为小琪哥可能不知道 我从小琪哥很多卡带我都有 所以 从卡带就可以收藏了 大概也是 然后我还曾经就是 在我自己的社群软体 然后弹吉他唱过小琪哥 社群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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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体 不可以不相遇 我需要真正 你是一条咸鱼啊 是原理 我是一只鱼 好 你们修哥能不能站这边 一样都两边 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刚刚要那个导演 夸奖你的内心戏 可是他刚从头到尾都是夸奖国艺 没有讲到你 有间接夸奖到吗 因为 其实说真的 有吗 有 九鼓是很认真的演员 是 但是他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想给你一百分 然后就 就 又来了 不太大调 然后我每次都把它压低一点 太激动了 压低低 跟我们两个level要一样 然后后来他演那种狩猎 那种闯了祸 然后又 害怕 抓了孙女的时候那个感觉 他抓得很好 他这个 那个时候就是揣摩 他当年摔飞机的时候 闯了那 那小鑫大鑫是 其实我的军事演的 其实也可以 下次有机会 对不起 你 你 你现在要求的 没有没有没有 是是是 那 看蚊子做爱很奇怪 就很想讲 好 聊了这么多天 难得小琪哥来到国王邦 不听他高歌一曲 就可惜啦 我们来听听小琪哥唱歌吧 麻烦老师请聊 好 晚风轻拂澎湖 白浪出沙滩 没有夜灵追斜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坐在门前的爱墙上 一遍遍怀想 夜市花魂的沙滩上 面中 又最łe響亮弗 雨座 有水桑 蜂仙 縮 Cant 少女生 洪熟 漂亮 那我在甘肃听到的是 湘音版 老师能凭着记忆教的 外婆 晚风庆 拂拂拂丸 百花筑查他 有意思 我听了半天才听懂 不过我们这边有要证明 九孔好会演戏 你看 这是剧照 对 OK 然后掉到海里 我得形容一下 你看九孔内那有多惨啊 大家知道 澎湖的地势很平缓 所以一退潮 海边会退后大概四五公里 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涨潮 我们必须要海 所以先拍我这边 然后九孔会从很远的沙滩 跑过来跟我讲 说初期的不是 怎么这样 骗你的感情什么 讲到一大堆 然后拍完我的时候 因为风浪很大 那个码头都在这样摇 然后等我们转过来 要拍九孔的时候 九孔跑来之后 因为他每次都喘 喘 喘完之后 就忘了死了 他跑了大概快二十次了 然后我站在那 其实我有一点点晕喘了 你知道吗 然后九孔看着我已经 走路已经开始飘摇了 就没办法 因为那个你知道吗 一开始一拍 我很认真在演 因为我们这 因为我们当电影明星 我们要珍惜 所以我每个镜头 就要卖力的演 我懂我懂 对 然后谁知道镜头是带他 然后我就一直拍 从早上我看 我看拍了两个钟头吧 然后又在那边摇晃 都很完美 那感觉你变壮 对 但是跑太长了一点 不算距离了 是 不过这张很有张力 这是我自己要求的 因为一个敬业的演员就是这样 全那场戏其实没有这个场景的 我说你既然 我说你女朋友的坏话 什么什么什么 误解 照着什么什么什么 你真的很生气的话 你要打我 应该就直接就打了 打了我就掉到海里面这样 对 自己要求 一位艺术牺牲 对 那个自己家 家的是五肉痕迹 厉害 然后那一拳 剧情不合 然后就剪掉了 全场的掌声最热烈是那一拳 太好了 不过今天我们刚刚开始讲 就是靠大哥提拔 不如靠兄弟帮忙 今天有一个 你的老兄弟要来看你 来 欢迎 来了 来了 有过了 过去 来 拨子前大驾光临 下段将告诉你只有好哥们 才知道的任贤奇秘密 任贤奇拍戏打乱 险被妥宗康殴打 我常被回来的时候 是因为我常被荣蔽倒闭 所以那时候其实蛮慌的 所以那时候你就往越野 车这个行业前进 不要再讲我 以前的我以前 小康要提他拍戏的时候 对我炒个饭池的事 拿到这种人 直接对面炒就算了 还要骑过来 下拍戏 太吵醒了 走 回来的又怎么样 帮忙 好 来 好 来 好 过去了 过去的店 嘿 小康哥 哎呀 郭哥正不容易 我啦 屈哥 这个我们 又要加演了 等一下 这时候不讲话 之后面会被剪掉 来 摸摸摸 9月4号 9月5号 我们舞台去 谁叫我上臭床要加演 你们两个人 西北市艺术中心在板桥 好 好 好 继续你的 喂 郭哥哥 哎呦 你怎么变蚊子了 节目都停光了 还好吧 最近 OK啦 还好 还剩下几个节目啊 剩下没有节目 有啦 有啦 有一句 有啦 有 有 这个是要送什么呢 先送给小琪 为什么送这个健保卡呢 因为前一阵子听说他生病了 是是 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 那是那是 希望你能够身体保重 因为好的家庭 好的老婆 好的儿女在等你 好不好 不像九孔 我就不送他健保卡 你送他什么呢 直接送 我不送他 他送别人 那这次他拍这个澎湖的电影啊 有跟你商量吗 完全没有 我知道有拍这个电影 我是从九孔那边知道 是是是 但其实小琪是一个很贴心的人 是那 其实他本来要找我演一个客串的角色 然后呢 因为要往返澎湖 还可能要住在那边一阵子 所以你不愿意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老婆不愿意 不是 不是 他体恤我有家庭啊 是是是 请坐 请坐坐坐坐 坐得了 这边这边坐这边坐 多一个 谁要跟蚊子坐啊 哈哈哈哈 上海兵就自己要拉椅子出来啊 没有 刚才有 我刚才很久没有 蚊子外是走泡 是是 小光你有看过他发脾气吗 他没有发脾气过 是 就是一直很阳光 一直很阳光我是不晓得 因为他比较常跟九孔在一起 因为我们刚开始奋斗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兄弟嘛 就是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区域 是 就是忠孝东路六段那个龙华新城 好远喔 很远啊 忠孝医院住那边 然后我们租房子 顺子 我 然后nonon是 跟我分租一间房间 哎呦 然后 小琪呢是不晓得住在哪里 但他常来 他是一个比较属于比较开朗 永远充满希望充满阳光的 是 九孔在你眼里好像就有点灰暗 你知道吗 他也不是灰暗 嗯 他是 掩饰自己 内心的自卑 哦 怎么说呢 他空军关校被退学 很光荣的事 对啊 很光荣的事 他就装病啊 他的个性啊 不了解他的人 以为他 好像有强迫症 嗯 对吧 遇到你 嘿嘿嘿 小光 我有一个电影呢 我先也给你干 啊 啊 啊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其实 其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的紧张 然后很紧凑的去跟人家打招呼 他很怕对方 讲他一直说 哎 九孟我看你有个戏好像演的不是怎么样 他就怕人家说出这个口 他就先跟人家说 哎 然后我 哎 好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不给你 不给你空间讲 不给你机会再讲他 哦 那那 他 他 以前有过低潮是什么吗 他低潮很多次啦 他一直说 他没有大吵喝 他之后 不是 他不是为什么家人就很烦恼 对啊 他这个 其实他是很孝顺的 孝顺 是中共孝顺 孝顺爸爸 这是我们 这个圈内有目共睹 而且我跟他 生活了一段时间呢 我发现 姐姐啦 弟弟啦 妈妈 尖头上的责任 单子很重 其实不要看九孔 九孔其实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他是用他那个疯狂的态度 来掩饰他这些细心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九孔是很热情 想要让气氛很热络 所以我有些时候看到他一个人 回到家累得要死的时候 然后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 我觉得原来搞笑的这些邪心们是 更值得尊重 对 他是做给你看的 他希望你回来的时候 看他很卑微 然后看你房子能不能卖给他 你还好吧 我就插你房子 其他我都好 小齐真的 小齐跟孔哥真的是哥良好 真的 他真的把一栋房子 低于当时的市价卖给孔哥 不要说房价现在长成这样 那时候你还要加价卖给我 哎呀 就内骨内栋的 哇塞 你的臭蚊子啊 哎呀 不是 眼睛刚好黏在一起 不过不过我们看九孔 他会去欣赏古董 就知道这家伙内心中 有他细腻的一部分 他只是一直 你为什么要把你那个 这么棒的优点掩饰起来 因为没有人要看啊 我们做朋友的想象啊 那你国光就做三级九孔专访啊 你敢不敢 你一定不敢的嘛 我们敢啊 但是老板跑啦 不会我们不播而已啊 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九孔的一个 他有些时候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很多那种记者说 九孔你会写春联哦 我们可以派你写春联好不好 然后九孔就很认真穿着长袍 把他的画案黄花铃拿出来 然后卷子 然后开始写写写写 然后记者拍了两下说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震惊啊 然后拍出来的那个照片是 九孔拿鼻孔在写字啊 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真正的厉害的 这个中国文学上的一个 我很厉害的全部都弄好 他也拍完啦 然后直最后说 九孔那你随便用鼻孔来写个字吧 我说好啊 然后他就等鼻孔写字 就等鼻孔写字 他真的写得很好 有工作室是他提字的 有书法提的 有要求请他 以前一刀过年 车一停 修了修了修了 我给你讲来来来来 后车一张打开 来你选一副 满满都打血了 然后我就 信心就打到一天 你现在准事买电锁的人 其实后车的春年 其实过年卖过春年 我没有写的时候 我没有去卖过春年 是是 大家卖个两三个 你可以卖个两三万 他真的写得很好 真的写得非常 真的谢谢 几本功 不过像 李温宜你要知道 以前我们出道都是 怎么讲 潜伏在演艺圈周围 慢慢慢慢的 才往中心走 大家是在等机会 你是怎么出道 我很奇妙 一下子就到中心点了 没有没有 怎么这样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像剧可以介绍 我从来没有演过 可不可以 我现在也没有觉得自己 我可以叫义国孔 可以 孔哥要发病了 你稍微 我很能适应 对对对 大概好多年前 然后那时候我刚到台中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蛮流行玩一个叫奇魔交友 对对对 现在好像比较少了 现在没有了 对现在没有 然后当时候在上面放了一张自己非常远深的照片 我大概在那个照片里面大概这样一点点而已吧 然后就有就是演艺圈的经纪人啊 主动来跟我联络 这么一点点就可以联络 对 我就觉得 要这么一点点就可以联络了 对 就这么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海报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 我觉得今天这个海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会蛮棒的 你就觉得 你这么一点点就可以联络了 你怎么感觉好像踩上了 你怎么感觉好像踩上了 你很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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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这个 以前对我们来讲 哇 对 怎么可能啊 对 其实他讲给你听 你第一次当导演男角其实 应该是 是谁 你 我都在想要突然踹我 没有不会不会 那你是这样去 九哥你第一个角色是 好巧哦 就 我们那时候连环炮嘛 然后那时候我最小 郭哥啊 还有台哥啊 顺哥啊 什么通通在 大哥都在那边 然后维中哥排 你也知道吗 口传新手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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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大哥 没有排到我 他说那你 演一只蚊子 你说是演蚊子啊 对啊 就演蚊子啊 蚊子也没什么 一只蚊子就演蚊子 然后那时候谁最大咖 他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 比如说你 你最大咖对不对 然后彭哥 你们在演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蚊出现 好像有这个画面 对 就这样 这第一次就演蚊子 乱抢戏的 你真的演蚊子啊 你看没有 你我给你看我们以前多可怜 对 现在还在演蚊子 你看 哈哈哈 郭哥 消息 你们最低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低潮我曾经有过两年哦 那大概一个月大概一个同稿 什么时候 82年离开连环炮 的时候 82年83 那很久了 差不多2023年前 你说多久才一个通告 一个月 一个月 为什么呢 就不晓得啊 因为那时候 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人生规划 好像那个节目停了 那我就觉得我要干嘛 然后也没人找 也没人找我嘛 那个时候有经纪人吗 没有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经纪人的时候嘛 以前我们都自己谈嘛 对啊 然后那时候 可是我自己本身有一个 就是很平衡自己的机制 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存四万块 那四万块本来就是要 要下船的时候 退伍的时候呢 去买一台中古机车去当业务 因为我不跑船啊 所以刚刚老船长应该找我拍 不是 然后呢 这四万块 如果说我 我在低潮的时候 一个月只赚 比如说一个通告五千块 那不是说这个月只赚五千块 我会把那个四万块拿来 加五千块 嗯 然后除以二 然后放了高利贷 不是啊 自己自己觉得好像还 还蛮赚的还蛮多的 哦 就好像说我还赚两万两千 自我安慰这样 对自我安慰 那第二个月还是一个通告 那就五千五千再加四万 就五万嘛 五万除以三个月 嗯 还有一万七 我就不相信 不相信哪一天都 就看什么都除到剩一块 快一块 那我就告别一千 会自己逃避自己 嗯 总是会灰心的吧 不会 从来没有灰心过 就还是觉得OK 就是要让我穿个衣服上去 随便 不要说演蚊子 演在那边 我都愿意 等到韩国事件 郭子贤忍不住罚火啦 这个韩国的爱国裁判 已经屡见不鞋 台湾的受害者已经不少了 这件案子竟然能够判我自导自演 我真的是 气炸了 所以呼吁国人 我们去南海要抵制这家 LOMENDA饭店 R A F A D 对啊 那个新闻还在哪里 好 再一句换一换 我刚刚说九孔强迫症 我才是强迫症 哈哈哈哈 帮帮忙 总是会灰心的吧 不会 从来没有灰心过 就还是觉得 让我穿个衣服上去随便 不要说演蚊子 演在那边 当 我都愿意演 是 只要让我演 他灰心不是演艺圈啦 是那个跟韩国人弄那个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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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这个韩国的爱国裁判 已经屡见不鞋了 台湾的受害者已经不少了 这件案子竟然能够判我自导自演 我真的是 气炸了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案子 对不对 明明就是饭店有疏私 没有把这个 把这个 已经把损坏了这个热水壶放在我房间 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使用嘛 那才造成我的严重烫伤 是 结果他是竟然说我证据不足 所有的证据通通我提出来的 我证据不足 是 那 那只有一个办法 嗯 以后就是 如果在这个 韩国烫伤的时候 嗯 第一时间 千万不要送医院急救 你要死守事发现场 把那个证据把它好好的保存住 以免被五星级饭店拿走 然后还赖在你被害人身上 就是死也死要死 死也死在现场 OK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呢 气啊 气就是气 就是我一灰心就这件事 对啊 所以呼吁国人 我们去南海要抵制这家 罗曼达饭店 R-A-M-A-D-A 希望懂英文懂韩文的 帮我到他们官报饭店的官方网站 官报他们网站 不要有下一个受害者 是 那边记彼就 聊错了 你要来看老公 不是 说我自找自言 不是 说我自找自言 你看 谁会那么无聊 我带着一家七小 大老远跑到南海 然后烫热水 然后来诬告饭店 只有南韩的法官才会判这么瞎的理由 好 不要生气 对不起 诶 那个 新闻台在哪里录啊 带近快点快点 我刚刚说九孔强迫症 我才是强迫症 小心 小心问题 我想我应该是当兵回来那时候吧 我当兵的时候 恐慌哦 蛤 会恐慌哦 我当兵回来的时候 是因为我唱片公司倒闭了 对 对啊 对啊 我去公司怎么搬空了 诶 人呢 嗯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之前都不知道的 不知道啊 无预警的就收了 嗯 然后我就被滚吃 我后来的唱片公司接收了 可是我是被 跟那个办公桌也一起收过去了 合约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可是大家知道有这个合约 然后我就在那边飘啊 荡啊 晃了好几年 也不知道自己的 未来在哪里 然后没有办法发片 也不能再找新公司 所以那时候其实蛮慌的 只是想说 那先准备好了 要 还是要维持生气 所以所以那时候 你就往越野车这个行业前进 没有在讲 以前到晚间 嘿嘿嘿嘿嘿嘿 小康又提他拍戏的时候 被我吵个半死 对对对 哇塞 没有看过这种艺人的 哈哈哈哈 他这种人的 这对面吵就算了 还骑过来 嘿嘿嘿 下拍戏啊 嘿嘿嘿嘿 哇 嘿嘿嘿嘿嘿嘿 没事干我在练车啦 然后他们在对面拍戏 我看到 哎好小康啊 然后看到很多人 好像要拿石头丢我 你知道吗 对 我赶快骑过去跟他讲是我 然后看到小康已经拿棍子了 哈哈哈哈 我刚把头盔拿下 哎小康是我啊 对我们以为是这个 太挑衅了 你知道 哈哈哈哈 整个 一走走走 一回来的是没有 不是 Bo 动物节目跟儿童节目 全世界最难搞的两种 都被我遇到了 我看到小孩子在地上打棍 哭的时候 我骑着很想哭 不要 快哭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小孩啊 对啊 就是我那时候 我才跟他一起去搏溜出外景 哇 那個也是辛苦欸 那去好幾天了 每天弄的那幾個 哇 流鼻血的流鼻血 曬傷的曬傷 其實也蠻苦的 那時候 潛水大潛的都頭暈了 對 那個時候是蠻好玩的 不過這個 李光已經想過嘛 他們就這麼這樣一個 其實我也有欸 你也有低潮 有 你 有 就是在小齊哥看到我那個 《世界的一胖》那個電影之前 是 對 那個時候其實自己開始拍戲也 也六七年了 是 然後一直都 欸 也都演主角啊 也都還不錯 可是自己一直都不確定 自己到底喜不喜歡跟適合 適合不適合 對 因為我只知道 我喜歡演戲 但是除了演戲以外的 這個圈內的其他 包括面對媒體 包括有好多好多的妹妹嘎嘎 我都覺得自己不太能適應 不適應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讓我改變 就是我決定去當兵 我覺得當兵對我影響很大 在當兵之前都會覺得 自己已經努力了好幾年了 現在去當兵會不會回來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當兵可以選擇要不要當兵嗎 這麼厲害 因為學校還在念 提前入伍就對了 我同時考上研究所 研究所 還想當兵 就像我們要幫我們辦緩徵一樣 對 但後來我就覺得 我不想要在 我已經這麼多年都為了這個 兩邊都辦調子 學校也辦調子 工作也辦調子 決定 研究所休學不念了 直接去當兵 結果回來以後自己 哇 在軍中學到了 我後來才發現 男人一定要當兵這句話的 你是當什麼這樣子 我是當替代役的義工隊 你當替代役的義工隊 對 替代役的 替代役的 他們要跳舞跳的 腿都翻來 我以為你是海軍陸戰隊才講 對 或者是什麼蛙人 對 幹什麼隊 他們叫蛙人的義工隊 根本不相當 替代役的 這個義工隊的時候 我是正職義工隊 你替代役 你在當兵的時候 學到什麼 體會到什麼 對 我覺得 在整個裡面 他們就會收很多 劇場的 舞蹈的 樂團的 四面八方來的 四面八方來的 然後就只有我一個是 已經就是在 拍電影 對 電視上面的人 但我發現他們 比我對於這個圈子的工作 還要熱誠一百倍 熱愛 熱愛一百倍 就是他們在休息的時候 因為自己 哇 國內 國外 四處找一些參考 然後每天在那邊研究經濟 反正在那時候我就反觀我 我自己是充滿機會的 但自己卻沒有 好好地珍惜 就在那個時候 哇 自己的思想大翻轉 就很幸運的 一退伍就遇到了 在來得一胖那部電影 吳寶春師傅的故事 我以為你就逃兵了 沒有沒有 我準備好了 我走了 對啊 你講多餓 哇 就那個之後 到現在整個一片開朗 是 是 對 不過在這裡面 真正做過革命軍的人就是 對啊 九公 孔哥 人生處處是低潮 不是 就是 影響你最大的一次 心情的這個低潮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都是 你看 好不好想去讀軍校 對不對 然後就被退學 然後回來沒工作 誰想亂飛 然後又碰到順哥 然後帶我進這個圈子 然後給我一個希望 後來順哥也忙了 然後認識齊哥 那齊哥是要去當兵 他很擔心我說 會不會回來就看不見 我在演藝圈 那上面有說 九公 我其實蠻擔心你 我不知道我退伍回來 你還在不在娛樂圈這樣 那我心裡那時候其實在想 你 九公回憶演藝生涯 特別感謝虐待型節目 那時候剛好流行一些 虐待型節目 對不對 我覺得 然後手有 然後跳那個 往下跳 有沒有 往下跳 然後下面呢 有50個女孩子 你看到誰就是介紹給你的 真的 我就把王老師這樣上去 然後就 然後就 一直拉一定閉吧 我才當兵都看不到 無光 幫忙 齊哥要去當兵 他很擔心我說 會不會回來就看不見 我在演藝圈 但是當兵又說 九公 我其實蠻擔心你 我不知道我退伍回來 你還在不在娛樂圈這樣 那我心裡那時候其實在想 你會先走一步來 好擔心我 太壞了你 不是 這句話真的有刺激到我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不能這樣下去 我什麼都要 我什麼都要 然後那時候剛好流行一些 虐待的節目嘛 對不對 你知道意思嗎 那所有的 我就自動報名參加 加兩千塊 就跟鱷魚對沖啦 三公子的管子有沒有 那邊放一隻鱷魚 然後這邊看 越靠近 你再離開的話 獎金越多 就跟它沖 對不對 然後那個在鴕鳥園當中有沒有 那鴕鳥 還有二三十隻鴕鳥 然後中間放一個鴕鳥蛋 然後給我一套鴕鳥的衣服 然後就去偷那個蛋 我不曉得被鴕鳥踢到會死 我那時候不知道 我就去偷那個蛋 鴕鳥很兇耶 對啊 對啊 我有被鴕鳥捉過 對啊 所以那時候就這樣做 然後六福村那個有沒有 高台跳水的 你跳下來喔 五層樓 加了我五千塊 現在 現在我們如果加五千塊給你 你跟屈哥兩個手牽手跳 你跳不跳 我為什麼要跟他手牽手呢 我敢跳 我可以自己跳嗎 不是 我的意思 噱頭 噱頭 因為那個跳下來的時候 他說 Jone很簡單 你只夾緊往下跳就可以了 對啊 你這個角落水 很正點 很正點 對然後我下去 啪 就屁股打到水 哎呦 對然後回家就 整個屁股都黑青了 哇 然後就怕了 那如果 我那一腳開不散就睡了 嗯 哇 那你現在就值錢了 剛好那段時間流行這樣的一個節目 還有吃那個很辣的麵 煉太乃哥的那個節目 有有有 辣煉 一吃個搖 哇一挑我這樣 我就掛了耶 對那我覺得那個時候我真的要感謝這些人 感謝乃哥啊 他們有這些節目讓我們上 因為我們那時候什麼東西啊 真的 對不對 能夠上節目 然後 那個卻是養活我們的一票人 對 我們都是這樣 你都不願意啊 你都不願意啊 對誰不願意 彤哥那時候 我們都不願意 我不是綜藝圈的啊 那時候 我除了 我在拍戲啊 高空彈跳我沒有辦法之外 我還是被 被騙當局 跟我講什麼 我們現在要騙乃哥 我怎麼樣騙乃哥 你配合一下 好好好 那你先把衣服穿起來 我真的嗎 好好好 然後我跟你講 先把他掛起來 掛起來好好好 大家就 哈哈哈哈 我就 嗯 然後就抬走了 哈哈哈哈 那時候很好騙的 下來 很好騙的 對很好騙 結果你從十二樓 然後跳那個 往下跳 有沒有 往下跳 然後下面呢 有五十個女孩子 你看到誰 就是介紹給你的 真的嗎 我就把他往上跳 上一跳 然後在 我跳下去 啊 然後往上跳 然後眼睛一直真的要看 但是你看 他就算得準準的 就是 往上拉那一剎那 對不對 你才看得清楚 一拉一定閉吧 然後才放開 就看不到了 哈哈哈哈 不過今天這個 小琪 我們這個電影 是什麼時候上 九月四號 九月四號 禮拜五 對 九月四號 對 《落跑愛情》 沒有這個啦 沒有這個 不好意思 只有這樣兩個 是是 我們知道 有罵的大家 只是這個是全刀海報啦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當然以為那麼辛苦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都擺上去 九月四號禮拜五 全省上映 《落跑愛情》 是 這個是你們的 這個 轉型做導演 就是所謂的 劇情片的第一步 接下來還有很多計劃 我當然也想拍 《傷心太平洋》的電影版 是 但是他是江湖黑幫的 所以我們要更小心去拍 是是 好 那到時候有什麼 卡車司機啊 接車司機 我們可以提 我們可以 我可以演 熟啦 然後被 被砍到了 郭哥差一點被砍到 他有跑的經驗 我們夜市人 我們殺死人 今天那個很開心 又跟大家聚在一起 對 那個哇 九孔你真的越來越可愛了 對啊 我們還是祝你這個 票房藏紅 對 然後早點成婚 對 然後那個 脈魄失誤意 第二步就是他當男主角 對 對不對 好今天謝謝各位參與國方 謝謝 謝謝 謝謝